像这一款就是我们这个最近就是研发出的一款一代金属打印机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在场温下能把这个金属打印出来 金属打印出来就可以打一些电路 您看它是可以柔软的 特别是对于未来这种柔性的柔性电路 柔性显示屏这一块有很大的应用前几 另一个就是它除了在这个机体上打印柔性之外 我们还可以在这种布上 不同的机体上打印出来这种电路 打印出来这种电路呢 我觉得就是说出来之后呢 特别在布上对这种可穿戴的LED 就是一些就是需要就是识别的一些衣服 它在军事领域上都有很大的用处